梁山好汉中明确反对赵安的只有五位 最终有四位都得到了善终 梁山好汉聚一山头 各个英勇无畏 然而当赵安之风吹来 群雄之中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尽管众好汉为名为利而聚 但在面对赵安这一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 只有五位英雄明确反对接受朝廷的赵安 这些反对者的命运与其他梁山好汉截然不同 最终竟有四位得以善终 在这风云变幻 中亦难辨的江湖中 他们为何选择反对赵安 而这四位得以善终的好汉 又有着怎样的奇特经历 八历史密文探古今真相 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梁山坡 这个聚集了108位好汉的反叛组织 原本以替天行道为旗号 对抗朝廷的腐败统治 然而随着宋江的上位 整个梁山的风向悄然转变 宋江将聚义堂改为忠义堂 这一微小的变化 暗示着他内心对朝廷的向往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 更是整个梁山价值观的重塑 他预示着未来梁山将面临的巨大变革 当昭安的消息传来时 梁山内部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支持昭安的一方以宋江 无用 卢俊逸等人为首 这些人大多出身名门 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要职 对他们而言 招爱意味着重返朝堂 光宗要祖 他们认为 只有通过合法途径 才能真正实现他们的报复 这些人的思维方式 深深烙印着传统儒家思想 他们相信通过体制内的改革 可以实现理想 而不是通过暴力 推翻现有秩序 然而 另一派人却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因为朝廷的腐败和不公 而被迫上山 他们亲身经历过朝廷的黑暗 深知其中的险恶 在他们看来 招爱无异于自投罗网 这些人都是出身底层 对朝廷的腐败 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他们认为 只有彻底推翻现有制度 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这场争论 最终在一次重阳节聚会上 达到了高潮 这次聚会 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节日庆祝 更是梁山内部矛盾公开化的转折点 重阳佳节 本应是欢聚畅饮的日子 然而 梁山的这次聚会 却充满了火药味 当宋江再次提出 接受朝廷招安的想法时 整个大厅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默 这种沉默 不仅仅是因为惊讶 更多的是因为恐惧和不安 许多人都意识到 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就在这时 武松突然拍而起 这位曾经的锦阳刚打虎英雄 用他那粗犷的嗓音喝道 今日也照安 明日也照安 就不怕含到众兄弟的心吗 这一声呵斥 如同一道惊雷 瞬间打破了大厅的寂静 武松的话 不仅是对宋江的质问 更是对整个梁山现状的控诉 他的勇气和正直 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紧接着 卢志深也站了起来 这位曾经的和尚 我等去了又有何好下场 不如就此散伙 各自逍遥 卢志深的话语中 充满了对现实的洞察 他看透了朝廷的本质 遇见了赵安后可能面临的危险 卢志深的发言 不仅展现了他的智慧 也反映出他对兄弟们的深切关怀 他宁愿解散梁山 也不愿看到兄弟们 落入朝廷的陷阱 李逵 这个粗鲁却忠心耿耿的汉子 也跟着嚷嚷起来 他虽然没有武松和卢志深那样的远见 但他对自由的渴望 让他本能的抵触赵安 李逵的反应 代表了梁山中大多数普通好汉的新生 他们或许不懂得高深的政治策略 但他们知道 一旦接受赵安 他们现在享有的自由将不复存在 宋江健壮 脸色阴沉 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赵安计划 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 他当场下令将李逵拿下 以警校友 这一举动 虽然暂时压制了反对声音 却也在梁山内部种下了不合的种子 宋江的这个决定 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背离梁山的初衷 转而走上了独裁和专制的道路 这次重阳聚会的冲突 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争吵 他深刻的反映了梁山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这次事件后 梁山再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 而是分裂成了几个对立的阵营 随着赵安的日期越来越近 梁山内部的矛盾也越发激化 虽然表面上 大家都在为迎接朝廷使者做准备 但暗地里却是各怀心思 这种表面平和 实则暗流涌动的状态 恰如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 随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李骏 这位水军头领 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赵安 但他的行动却透露出他内心的不满 当朝廷派人来宣读圣旨时 李骏借机叫去了一番朝廷使者 这看似是一次普通的打闹 实则是李骏向宋江传达自己立场的方式 李骏的这种行为 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既没有公开反对宋江 又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为自己留下了退路 公孙盛则采取了更加隐晦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位道士出身的好汉 从朝盖死后就渐渐与宋江疏远 他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赵安 但却以照顾老母为由 频繁离开梁山 每次宋江遇到困难 需要他帮忙时 他都是解决完问题 就立即离开 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公孙盛的行为 反映了他高深的洞察力和处世哲学 他看透了宋江的野心 却不与之正面冲突 而是选择了逐渐淡出的方式 与此同时 宋江也在暗中布局 他深知 要想顺利完成赵安 必须先解决内部的反对声音 他开始有意疏远武松 同时加强对李逵的控制 对于其他反对赵安的人 他则采取了怀柔政策 试图用重要职位来收买他们的忠诚 宋江的这些行为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老练和狡猾 他懂得如何分化瓦解对手 如何收买人心 这个时期的梁山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则暗潮汹涌 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每个人都在猜测他人的想法 赵安前夕的梁山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缩小版的朝廷 充满了尔虞我诈和权力斗争 接受赵安后 梁山好汉们很快就迎来了 他们作为朝廷军队的第一场硬仗 争讨方辣 这场战役 不仅是对梁山军事实力的考验 更是对他们忠诚度的一次检验 对于朝廷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消耗梁山的力量 同时观察他们的态度 对梁山好汉们而言 这是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但也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然而 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宋江所愿 当梁山大军准备进城时 朝廷突然下令不许梁山将士入城 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感到愤怒和屈辱 李俊更是按捺不住 直接找到无用 扬言要带兵杀进东京 抢掠一番后再回梁山 这个突发事件 暴露了朝廷对梁山的不信任 也引发了梁山内部的激烈争议 李俊的反应 代表了许多梁山好汉的心声 他们被朝廷卖命 却换来如此对待 这种落差 让他们难以接受 这一事件 让许多人开始怀疑 赵安的决定是否正确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却换来朝廷的猜忌和防范 武松和鲁志深的预言 似乎正在一步步应验 这种怀疑和失望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梁山内部的矛盾 许多人开始后悔 当初同意赵安的决定 但此时已经骑虎难下 尽管如此 在宋江的强力压制下 梁山军队 还是完成了征讨方拉的任务 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惨重的 无数梁山好汉 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 这场战役 不仅消耗了梁山的军事力量 也消耗了梁山好汉们的信心和热情 他们开始意识到 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朝廷的棋子 随时可能被牺牲 征讨方拉的战役 是梁山好汉们命运的转折点 它不仅改变了梁山的力量对比 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心态 一些人开始萌生退役 一些人开始谋划后路 还有一些人则 更加坚定了追随宋江的决心 征讨方拉结束后 梁山好汉们迎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那些当初坚决反对赵安的人 反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结局 武松和鲁之身 选择了在六合四出家 远离了朝廷的纷争 他们的选择 或许源于对世事的看透 也可能是对梁山兄弟们 悲惨命运的无奈 李俊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带着童威 童猛离开了梁山 不回朝廷受赏 而是远赴海外 最终 他在异国他乡 当上了先罗国的国王 可以说是梁山好汉中 结局最好的一个 公孙盛则继续了他的修道生涯 虽然漂泊江湖 但却保全了性命 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然而 对宋江忠心耿耿的李逵 却迎来了最为悲惨的结局 宋江为了维护自己的忠义形象 竟然用毒酒杀害了 一直追随自己的李逵 这一举动 不仅暴露了宋江的狠毒 也彻底击碎了梁山兄弟情义的假象 水浒传中的这段招安风波 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再现 更是人性的一次大检验 那些看似鲁莽 不识大体的反对者 最终却得到了相对美好的结局 而那些追随主流 甘愿屈膝的人 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所以我们在面对重大抉择时 盲目从众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保持独立思考 坚持自己的判断 或许才是在乱世中求得生存之道